南無治市場 大家好 嗨 嗨 那首先呢 就是感謝大家來聽 這個我們 FanGame的這些經驗談 第二次了 這是第二次了 那我們首先呢 先自我介紹一下 不過 就是請大家也可以呢 看看 看看就好 看看那個 TGDF的這個簡介 大致上是這樣 總之我們都是很多各種斜槓的狀態 那今天我們要講大綱 請大家看一下 就是 首先要跟大家講什麼是Fengame 不過因為去年其實已經講過 我們可能會講比較 簡短一點 那我們今天主要想要講的其實是 為什麼要開發Fengame 以及說這個開發Fengame的一些經驗談 我們會介紹一些 發想的方式 案例 案例 以及這個 運用工具素材等等 這方面的東西 很快講過 Kusogame的意思 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些比較 看起來很奇怪的 很爛的遊戲 低端遊戲 但是其實 為什麼我會把他提出來講 是因為我們希望說 怎麼樣 沒事沒事 會希望說我們可以 從這些 看起來不太好的 這些遊戲裡面 找出一些 跟傳統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 作為我們未來開發遊戲 更 更 瘋狂更 不同的一些想法 沒錯 那最有名的 應該就是這個香港97 以獄土壇 以獄到來 那這個上次也講過 我們先 就是大概 看看這個畫面就可以了 那這邊想要講的是 新的內容來了 對 新的舊內容 在2002年呢 我們 我看到了一個 在逛華商場的一個 盒裝的遊戲 可惜我沒有 當時沒有把它買下來 這是我們在網路上找到的一些 一些畫面 就是 它的名字叫 天心蒸法 看到這個 英文的名字也是 大握 非常厲害 對 然後它的封面 你看那個龍 它畫的斷掉了 不知道怎麼回事 然後這個遊戲最 最奮的地方 第一個最奮的地方 就是 那個 如果把光碟放到電腦裡面 你就會發現說無法執行 因為它的那個 那個安裝 那個setup檔的那個 大小寫 檔名寫錯 所以你要自己把它的那個 檔名 檔案找出來 重新執行一次 然後才會安裝到電腦 然後這個遊戲在電腦裡面 你會看到 有點像是 一片Excel 各種各樣的數值 然後在那邊運算這樣子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 這個 遊戲內容 遊戲的圖像 你就看到一堆數字在變來變去 What 超粉 所以它 天心在哪 爭霸在哪 沒有 沒有 下一個 我們 想要 想要 跟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說 為什麼 我們要開發 FAM GAME 為什麼 KUSO GAME 那我的問題是為什麼不要呢 我們 Why not Why not 對 我們 很希望可以 提供各種各樣 我們看到了這個 不管說是電影 或者是 其他的各種領域裡面 有很多奇怪的東西 怪異的品味 雖然可能每個人對怪的 定義不太一樣 對 對 那比如說 大家看到前幾年 很 風靡一時 風靡一時的這個台北霧 是 或者是更早以前 1961年 這個 大俠梅花路 對 那 其實在 在大俠梅花路 這個 這個電影裡面 以現在的觀點來看 真的是非常的驚世害羞 然後 比如說 比如說這些動物 他們會 會有很多的暴力的 畫面 把 比如說一隻大野狼跑過來 把那梅花路 分屍 吃的 那個 血肉淋漓 可是因為它是 它是這個 這個 黑白的 電影 所以其實 也還好 感覺不太出來那種恐怖的感覺 OK 那甚至 在那個那個那個時候甚至還有一些同志 同性戀的 這種隱喻在裡面 喔 真的是 非常的 非常的先進 思想非常的 對 那 就在我們做好剪刀前幾天 前一天吧 那個 我們另外一個朋友還要讀 他 那個推薦給我們一部 這個殺人番茄的系列 的一個 一個預告 如果大家 然後我才去找資料 發現說 這個 原來他有 他有一個系列 四部 的這個作品 這樣子 也是非常的苦受 所以請大家可以 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找我看他的預告 非常的厲害 喔我還以為YouTube就可以直接看到 當然講到這個也會想到這個暗和田博士科學的愛情 他就說 番茄是動物 沙漠卡車 對那接下來就是沙漠卡車 那 這個部分就是遊戲了 那請玉璽 幫大家介紹一下 這三部卡車 如果有看過前一年我們的 演講的部分的話 也有提過 那三部卡車是來自兩個 魔術師 發想的一款作品 那他們叫做潘恩與泰勒 雖然他們是魔術師 然後剛好在當時有個時代背景就是 什麼東西都有可能政治不正確 那他們就希望說能不能做一款 遊戲 他是可以非常政治正確 對 在當時是這樣 就是說 曾經 發生了一場 一起 這個 相遇槍擊案件 那結果 這個 很多社會輿論 就批評說 就是因為 暴力的遊戲 造成的 那 潘恩他的覺得這個實在太荒謬了 對 那他們就想 一定要做一個完全沒有問題的遊戲 就是沙漠卡車 那他們除了做沙漠卡車這個遊戲之外呢 這個是補充這邊 他們另外做的遊戲 他們後來也延伸到製作VR相關的遊戲 那他們遊戲內容都會跟他們的魔術師這個職業有點關係 然後並且他看起來像是派對遊戲 但是實際上 通常都是在 玩弄另外一個玩家 通常可能就是A玩家跟B玩家在一起 但是通常 一定會有一個玩家是 一定是受害者的一個角色這樣子 像現在這邊 玩家扮演的是一個是 接住子彈的 的牙齒 然後另外一個是開槍的人 那開槍的人剛開始很簡單就是 只是拿手槍打 然後用牙齒接好像很簡單 但是他的牙齒是有耐久度的 一下子就會用完 對而且最後 拿槍的那個人 最後會換成散彈槍 拜拜 他一定會被打死這樣子 OK 那下一款 那再來 因為潘恩與泰勒 他們在國外的知名度真的太高了 然後後來有一款 叫做Borderland 3 就是邊緣境地3 他們 剛好遊戲他們本身就是超級喜歡惡搞的相關內容 就跟他們做了一個合作 在他們的這個三代裡面把 這兩位魔術師 放進去 可以當成一個 一個章節的BOSS 場面非常的 對而且他們的名字都改成Pain and Terror 聽起來就很恐怖 OK 那沙漠卡車甚至 影響到現在 他們就是有辦一個 公益活動 那 公益活動的內容呢 就是會有這些 像是我們經常講的網紅KOL 這些 知名人士 然後一起聚在一起 然後 去玩這一款 沙漠卡車 那 沙漠卡車本身的內容 他非常無聊 他就只是一直保持卡車的平衡 然後並且 就 橫跨一個沙漠 非常無聊的內容 那 他們藉由這個 公益活動 然後讓這些 網紅去玩這個遊戲 然後 給其他觀眾來 募資 這個活動 那依照斗內的金額 來決定 他們要開多久的卡車 就是 通常他們是輪流 就是可能一個 KOL在玩 一個網紅在玩 然後其他人就在後面 做其他任何 快樂的事情 對 然後就只有那個 開車人 超級無聊 那甚至到現在 今年 2019年 今年我不確定辦不辦 有點危險 那 到2019年為止 他們的募還金額 都一直在是 成那種 解體式往上的狀態 對 非常的厲害 OK 那我們就來到我們這次 的重點 對 好 那 所以呢 我們 我們就要去 去問 就是說 為什麼 剛剛我們提過 我們在很多不同的領域 看到了 這個 很 很怪異的東西 不管說是 或者說在 遊戲裡面也有很多 其實 它 是 很爛 很不好的 看起來非常奇怪的東西 的遊戲 但是它卻能夠產生一些 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 從 這樣的方式 去 去做一些思考 那 發想一個 一個 遊戲 其實 本來就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那發想一個 叫Fame Game 我們 我們 找了一些 因為我們在辦 我們 KGZ 這個Cursault Game Jam 已經辦了 今年到了第六年了 啊 好好好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呢 我們蒐集了這些 開發者 他們的 所做的遊戲 然後了解一下 他們 如何發想 那 以及 發想的一些 方向 那我們 也提供給大家 看看是不是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 想出一些 更 更有趣的東西 那這邊就提出了幾個 比如說按架 或者是 組合不同的 關鍵字 或者是組合 好幾種 可能甚至是 互相衝突的一些玩法 然後 或者是把一些經典遊戲 拿出來 做一些改變 操意 或者是 這個 看看現在社會的時事 社會的現況 有沒有什麼 可以值得 做成 做成遊戲 尤其是正式 那甚至是 但是我們 因為 Kuso Game Kuso Game 它其實 感覺上可能是 畫面非常粗糙 看起來很爛 可是並不一定是這樣 在我們現在 遊戲的開發工具 已經這麼 成熟 這麼成熟 其實 是可以用非常 高級的畫質 非常漂亮的畫面 去呈現一個 很Kuso的東西 甚至是我們可以去挑戰一些 一些我們不敢去嘗試的東西 一些晉級 比如說這個 可能是有血腥的 琴瑟的 等等這些東西 對反正 Kuso Game 本來就不會有人想玩 放這些東西 也不會有人被發現 那我 就先講我們 這個 安架的部分 安架的這個範例 那就是我 當時 在這個Kuso Game 第一屆 做這個高潮勇者 跟局勢界合作的 那我們 一開始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呢就在 就在 Facebook 上面 就問大家 有沒有什麼想法 就把它組合進來 這樣 結果大家的想法都是 這種 呃 要有A片啊 對 要有一些 很 色情的東西啊 等等 對神說要有低潮 於是就有高潮 就有高潮 對 所以 那 那我這邊 下面有一個注釋啊 就是說也許有些朋友 還不知道什麼叫安架 那 其實安架就是 就是一個日本的用語 那 總之呢就是 就是在網路上發問 然後讓我們 依照網友的回文 來 來決定 接下來要做什麼 嗯哼 這樣子 對所以我們做出來的東西就非常 非常奇怪 就是聽裝的概念 對 OK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個 最後做出來的成果 那就是 就是玩家控制這個中間的主角 在這個階梯上 就是一個小朋友上樓梯 然後那個方形的 就是你 藍色的方塊就是硬碟 然後碰到那個硬碟 就可以 就可以打開這個 A片的畫面 雖然這個A片的畫面 看起來非常醜 而且這個畫面點下去 你還可以連到真正的這個 SOD的網頁 對那個是要用滑鼠點 你原本操作的是鍵盤 你幾乎不可能會知道可以點這件事情 爛死 好 再來是衝突的組合 那衝突的組合在現實世界的 現實的一些 遊戲以外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大家已經 有很多很多的範例出現 尤其在食物上面 那 在我們遊戲裡面 這邊也是在講 我們第一屆的一款遊戲 那它叫KGJ世界大冒險 當時我們 第一屆剛好我們的 那個Keyno 叫做 超展開 所以 其實我覺得 歷屆下來看的話 我們的 這一個 第一屆的遊戲的內容 的創意來說 是最豐富的 對很多東西都可以從第一屆看得到 一些 不一樣的 那個想法 這樣子 好 那這個遊戲呢 它是把 剛開始你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迷宮冒險類的遊戲 但是當你不小心打開了一個 潘朵拉的盒子的時候 這是遊戲畫面 對 等一下它就會開到一個 箱子 那當它開了這個箱子之後呢 你就成為了市長 接下來的遊戲畫面 就變成你是要變經營類的遊戲 這樣子 那 實際上呢 這個遊戲本身 它除了這個 迷宮冒險 它迷宮冒險 不一定要去碰這個箱子 變成經營遊戲 你也可以在 迷宮遊戲裡面 找到正確的結局 所以 某種程度來說 這個遊戲其實真的超級用心 好 那再來叫做超易經典遊戲 那我們比較耳熟能詳 可能就是什麼打磚塊啊 或是什麼小精靈啊 之類有的沒的 那我們也是一樣在 2015第一屆的 Cursor Game Jam 裡面看到有人 製作了 打磚塊 並且讓它3D化 3D化了之後呢 你會發現到 磚塊咧 啊 球咧 都不見了 那實際上它後面呢 還多了一個 控制鍵 就是你可以拉 把你的畫面往後拉 然後你就會發現到 哇塞 原來磚塊在上面 對 而且球還會亂彈 彈到你根本看不到的地方 然後甚至是這個房間根本是假的 有種這個 打破第四道場 對對對 我到底在哪裡 我是誰 OK 在 社會時事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要舉 我們 Cursor Game Jam 裡面最 經典的其中一個 範例 那他們是連續三屆 然後就做了三部曲 然後都有參加我們的 Cursor Game Jam 在裡面製作 這三款遊戲 那 這三款遊戲呢 都是反映台灣的 交通 的一些 經常遇到的 一些意外 那他們第一款呢 就是有 車子會突然開車門 然後就會把 在路上瘋狂亂騎車的 三包 彈飛出去 那第二款呢 是車子有時候 開著開著開到一半 就會那個什麼 往外線切 切到那個 行人道 人行道上 那 摩托車要是如果沒有 一注意好的話 就會 就會 也會 飛起來 對 那最後呢 他們第三部曲是在講 高速公路上面 那你又是一台很 GYS 的一台 駕駛 那你只要每次 開到一半 然後就切到別人的 車道 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分數 然後並且獲得 各式各樣的 罵聲 對 然後 你看你能 玩到第幾關來 決定你的分數多高 這樣子 那 這也符合到現在 最近有一個史詩 就是那個 那個 有個 一個路牌 指示的那個方向 英哥 一個左邊 英哥 英哥跟八德 所以其實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這些遊戲 其實 很 很奇妙的 去符合到 很多現在社會的一些現況 甚至是一種預言 預言 有有有 香港97 對 那高畫質的部分呢 我們歷屆下來 其實蠻多 Kusogame的 投稿者 他們投稿的遊戲 畫質都真的是超精美 像 最新的一款 是我們右下角那一款 然後就叫指徑之巔 好 直接下去下一步 沒有 好 那 其他的話 還有左下角那一個是 娛樂二代 對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Nag游泳池 Lag游泳池 對 熟悉的游泳池 熟悉的游泳池 對 那左上角那個 我們 後面還會帶到 右上角的話是 美工非常精美的 對他們畫的這些角色都非常的可愛 然後造型都很特殊 對 我覺得真的是畫的 跟跟呢呢有關 好 那接下來 這邊是我們要分享 就是我們在Steam上面有做一個 社群 那這邊就是歡迎大家就是如果 對Kusogame這個東西 也有興趣的話 然後並且你也是在Steam裡面 一個扮演著 遊戲冒險家的話 也可以 可以加入我們 然後我們一起去研究 Steam上面的Kusogame 好 我們 接下來就要講說 我們自己 也 每一次都會有 有自己 開發的遊戲 我們也有一些 我們自己的經驗 也想分享給大家 雖然說 沒有錯 開發遊戲 無分對錯 跟一般的 就開發Fengame跟一般的遊戲 其實 是有很多的重疊的部分 開發一樣 要有這個計劃程式美術 要 要 這個 就是 發想 然後 分工 然後到 整合 測試 等等這些工作 這些都是 都是很接近的 Yup 但是 但是我們也 也發現說 在開發Fengame跟的時候 有很多 有很多過程 是可以稍微調整 對 是可以不一樣 OK 這是普通的 這是一般的Game Jam 你會看到 就是一開始 我們要先討論一下 Bringstone 對 Bringstone 然後呢 然後就開始 分工去製作 比如說 有人想要 做美術 有人想要做 程式 等等 然後就開始 拼拼湊湊 拼拼湊湊之後 那 最後就 進入到這個 測試的階段 那我 接下來就要分享一下 我們自己 在 開發這個 高潮勇者的時候 OK 的一些經驗 來Bot 神聲最重要的 就是這個Bot 那 在做Fengame的時候 其實就真的 不要想太多 不要去想能不能做得出來 對不對 然後有什麼 你會做什麼就去做 如果你不會 那就買便當好了 沒錯 一定有 你身為你可以 利用的價值的地方 那 只要跑得過 那就是feature 也不太需要測試 沒錯 對 那比如說我們在做高潮勇者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就是按價 這剛剛有提過 那 但是我們 當然網友意見非常非常多 可能幾十個 然後我們 就選了幾個 我們絕對可以做得出來的東西 然後呢 分工上呢 我跟局界一組 那他就是負責睡覺 我就不能做 然後他睡醒之後 就去買便當 然後配了一個 一個音 給大家聽一下 就是我們經典的 這個高潮勇者 沒關係我們知道有個聲音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 接下來就是 喔沒關係 那就算了 你自己配 那 那 你自己講啊 我聽你講完了 然後呢 我們再接下來就可以介紹一下 我們常用的一些開發工具 或者是素材 OK 好 那 這也是你們的 這個也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在 在 有一年的這個 這個 輔導game gen 我們用這個黏土來做這個遊戲的素材 把它捏出一隻蝦 然後再拍照去背放到遊戲裡面作為這個素材 甚至你也可以用各種實體的工具 比如說紙筆 去做出一些驗證的方式 有些Gengeance 比如Global Gengeance 其實是沒有要求一定要做這個電子遊戲 也可以做作用 都可以 再來就是我們還有用一種大家隨手可的東西 就是Office 這些像是Word Excel 這種東西 那大家就想說奇怪 那這種東西到底要怎麼做成遊戲呢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個案例 叫做勞工少女 那他做成的遊戲的內容長這樣 那他就會是一個文字冒險類的遊戲 然後給大家看他怎麼跑起來的 對 有嗎畫面 沒畫面 好這樣 簡單來說呢 他就是一直這樣子往下跑的文字遊戲 那他完全都是用 Excel 來做的 對他也沒有要 Care 什麼排版 有的沒的 然後最重要的事情 是他要是如果出現一些分歧選項的時候 嗯 他的選項其實是真的可以選的 嗯哼 對他有做 PPT 裡面的超連結的動作 對 然後讓他讓這個遊戲可以 真正的跟文字冒險類遊戲 有一樣的功能 對 好 再來我們講到 工具 那這個其實我們可以快速的跳過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 用的體系其實大家都非常熟悉 很熟悉 所以不用特別說明 我們想要講的其實是這個 案例 案例 嗯 就非常了解這一位大師他做了什麼事情 那在遊戲裡面呢 你就是要操作這個大師 然後到處砍殺精怪 然後還有加上他可以很爽快的用他的那一招神力 一捏 然後大家就會粉身碎骨 好 那這邊是他製作的那些模型 對 那甚至是五黑他後來也有去找 他是一個人開發對不對 對一個人開發 那在我們的 Cursor Gengen 這個官方 這個粉絲專頁呢 也可以看到 這個我們對他的文字專訪 那可以看這個 QR Code 就連結 OK 那 另外一款呢 叫做 Prepare 那這個是我們今年的 Global Gengen 的其中一組 那他們做的遊戲 那 他們也是用 Unity 做 然後重點是 他這個遊戲 去摻雜了各式各樣的苦受元素 所以我很想要推薦給大家 那這個遊戲看起來就是一個 要維修這個遊戲的遊戲 對 那所以你就是一個扮演 Prepare 的 Prepare 可以大家去找一找這個遊戲來試玩 好 那當然 當然我們還有各種 比如說 Unreal 然後畫面也是很好 對 那這個是我在2016年的 Global Gengen 所以呢 有一個團隊做了一個叫做 艾佛樂優 其實他也是依照這個 莊岩大師來製作的 而且他們遊戲的動作要素 非常的爽快 對 然後雖然現在這個遊戲的窄點已經沒了 不過 大家也可以去看他們 現在正在製作的這一款 記憶邊境 對 是同一個開發者做的 非常非常厲害 OK 對 那還有就像 Contrault 現在已經看到 Contrault 3 那它是一個純2D的 授權免費的一個 一個引擎 引擎 那也完全不用程式法 去圖像化的編程 對 那 最近的範圍應該就是我們的高潮引擎 高潮引擎 那還有 很多其他這個不需要寫程式的一些 開發工具 大家可以試試看 有些甚至是不用安裝 在線上就可以做完了 對 那 這邊還有一些 美術 或者是音樂 音效 這些 開發的工具 也都是可以免費去下載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到時候我們這個PPT 也會放在我們的粉絲專頁 那大家都可以直接去做這個超連結的動作 對吧 這有超連結吧 對對對 那我們會推薦這些免費的 其實是因為 既然是做Fam Game 我覺得 就是盡可能 能省就省 用低成本的方式來製作 沒錯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版本控管 我覺得其實在學校到目前為止 好像很少 很少 很少去教這個東西 但是在軟體的工作上面其實都會用得到 尤其是 呃 上班工作之後 對對對 那 這邊看到一張圖 就是當如果發生火災的時候 你還是要記得要 記得 抗密一下 然後抗密的上去 對 那我們在 在Cuture Game Game的經驗裡面呢 就是我們都會做一些這個素材提供給大家使用 那就是這個人 他就是我們的素材 那 可以連結到這個 這個 這個QR控 就可以下載到我們歷年以來所做的這個預期素材 對 那 都是用 都是用一些這個 這個 隨手可得的 隨手可得的 免費的 這個3D掃描軟體 把它掃描成一個3D模型 是 對 那我們也要感謝這個還有多幫我們 製作這些這麼多的預期素材 今年還沒做 對對對 那甚至是音效的部分 我們也有 呃 可以播嗎 好像不行對不對 對 反正就是預期預期 之後我們來看看 還能 什麼音效 對 對 就是有視覺的素材 我們也有聲音的數學 對 OK 對 那我們也 也 提供給 就是我們在這個製作預期素材所所使用的這些工具 包含說一開始是用這個 半磕頭 嗯 是用這個Sony的這個3D建立 然後更專業的就是這個3DF這個工具 而且這裡都是免費的 可以大家去試試看 真的假的 那 所以我們的總結就是希望呢 大家可以 大家一起來做預期素材 讚 那 我們看起來現在好像沒有人在發問 那 沒有問題 那 有一個 Johnny呢 就提問說 變好瘦 好 那我們今天的演講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謝謝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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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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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